持续关心泰国的灾情 每天的话都会由泰国分会志工和慈祭花莲本会来进行视讯连线 今天上午9点就有两地展开了视讯连线 来关心泰国的最新情况 泰国洪灾从7月底至今 慈祭志工勘灾救援的脚步从未停歇 而在收容中心的关怀更是持续不间断 那他们目前比较需要的是 比如生活花花跟白米跟水 我们的那个检疫药报已经发了两次 然后发好了以后就发放热食跟水 除了提供民生必需品 泰国分会也提供军警救灾急需的医库 以及干净饮用水 三个砍片的水 我们两个砍片的是 答应海区要求8万 现在两个砍片的 用8万640瓶 另外一个砍片的 也是警察要求5万瓶 我们先给他一个砍片的 就是4万320瓶 目前泰国政府正逐步规划 完善的救灾策略 民间慈善团体期待透过合作的力量 让泰国经济早日复苏 我们现在已经水稳定 政府的步骤 也好像已经有一个头绪 那么下面的点呢 就是说复健的工作 我们要找到一个点 全力以赴把这个点夺得折移 而且复健 能够使这个点能够反外复健 面对京市灾难要有警示觉悟 在关键时刻需要人人核心 共度难关 那请大家呢 要发挥悲自相运 这个时候也要智慧 也要有爱心 那这种的爱心呢 要先自我先爱 爱自己的华清 那这种的观念呢 合合一定要复学 才能真正的帮助到外面的 根据泰国官方统计 目前有24个府 受到水患影响 泰国总理宣布 三阶段灾后重建计划 贼之工以 菩萨的愿力持续呼吁 戒慎前程消弭灾难 大新闻程序 李宗志 华联报道 大新闻 另一道